好,歡迎各位回來我們吸毛銀的節目的最後一節 今天很高興請到可樂還有我們的嘉賓 我們由特首選哥講起很多香港貪腐 或者是被一些利益階層去壓迫一般小市民的很多不同的處境 甚至乎已經制度化了很多東西 制度化了這種的剝削 來到這一節我們可以講一下究竟 香港人在這樣的處境下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想當有香港人開始問 究竟我們面對這些處境可以怎樣做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種很大的改變 而偏偏其實這個問題的在於 很多人未必會去問這個問題 而是他們會選擇去適應這些處境 適應貪腐或者是把它變成一些不關我事的東西 即是難忘 而我想如果你作為一個你會問 香港人可以怎樣做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應該要想一下怎樣令到更多人都可以問這個問題 而例如我現在幫忙在土地政議聯盟那裏 即是做很多的project都是處理這個問題的 就是我們要介入一些地區政治裏面 例如在新界區 很多時候其實那些人都是很政治冷感 甚至是覺得其實他們住進去就是想遇世無生 偏偏政治就會找到你 就是你住的那條村就是會被人發展 會被人欺負 他走入新界住到那麼編織 就是想著那不關事 那些市區這些蟲的東西 那麼醜惡的東西 那我歸隱田園 耕田 那便沒事了 誰知道原來 就是像明都說 就是政治就是尋上我們 是的 所以就是come to you 而在新界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他有很強力的傳統勢力 例如原居民的鄉市派 他們是會不斷地打壓這些公民參與的 就是他會把所有東西都化約為 是你愛人來搞我們的原居民 這樣去排他的一些公民的力量 那所以我們土地政議聯盟 其實在新界很多時候會介入到這些地區政治 就是嘗試去Active一些被人迫遷的社區 讓他們可以自己去組織自己 以及去問究竟我應該怎樣做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站住 不可以主動過來就吃 而這個我想是 其實我們香港現在面對這種處境 就需要採用的一種態度 就是能夠再主動過來就吃 而是我們要自己去設定自己的 agenda 想想一下我們香港人究竟想要一種怎樣的未來 或者我們回覆一下一下 我們開始就是講這個特首選舉 就是我們知道有這些貪腐的階層 有一些什麼中港的利益 就是我們都講到明 其實理解我們的 就是我們想一下這個貪腐的結構 其實背後就是跟很多北方的資金相關 譬如你剛才講的 就是擺明的就有 譬如富祖孫 他真的在大陸會引資金下來 進行這些暴力收地 然後我們又知道有 譬如一些社區重建的計劃 譬如他 爲什麽一間樓收了9000元一尺 他再起14000元可以賣得出 因爲又是有一些資金可以用14000元來賣 很多人 大家又知道這些資金 又坦白說事實上又不是香港本身的資金 或者是香港人借用了某些資金去投利 這些很多時候 我們都知道其實跟北方的一些線是有關的 那這裏 金拳的關係 這就是金拳的關係 我們見到這種金拳的關係 上去到高官的層面 去到特首的層面 下去到一個日常小前的生活 我們見到譬如我們講地產霸權 譬如有很多 小舖頭秘額 小舖頭秘額 去到一些市區重建的項目 其實都是因爲一些資金的牽涉 廣絕 所以這些時候我們會覺得 嘩 真是很嚴重 原來我們要反對的是一個很唐大的 金拳的網絡 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問 怎樣去把底線 即是我們要回復一個我們覺得可以住的香港 如果我們說香港曾經是公平 法治 自由 知識不知這些核心價值 今天似乎是 已經蕩然無存 雖然和英年說 我們核心價值是最核心 但相信他不是一知自己說什麼 我們不可以靠他 是的 但是不可以靠他 因為核心價值那個敗壞 我們見到正正是由這些社會的最上層敗壞下來 因為很有趣 公務員的說法都會說 喂大哥 我們這些下層公務員 收張餅卡都不敢 收封利是都不敢 你在那裡坐遊艇 你想來跟我說 都是300元而已 喂 即是不妥啊 你不可以這樣就是了事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喂 我們怎樣去找回底線回來 我們是否要重新問呢 譬如貪污我們不可以接受 但譬如我們今天為何可以把貪腐滑出來 坦白說是有些可悲的 就是因為有特首選舉 不是有一個不能主要特首選舉 就是因為這班人在那裡 黎昌摔角 所以揭露了倉巴出來 嘩大哥 你這些有錢老員這麼多腐敗 個個都潛建 即是如果大家有看過 即是無線 最近有一個 即是新聞特輯有說 其實坦白說全香港所有有錢 都只要他住洋房的都會潛建 是的 超普遍 不只是新界的市區都有 只要你是一個洋房 他的地下就挖十層 在地底上 你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實用面積有幾千的 是的 露出地面有兩層 深入地底下可以去到十八層 你都猜到 這個就是那個恐怖的地方 即是這樣的貪腐 這樣的不守法 其實我們是不可以接受 這個不可以接受 我們要想很多問題 譬如生物的自由 是不是可以確守 是的 我們要想一下 其實現在的新聞自由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是另一個 我們之前那節沒有說的問題 就是香港其實近幾年的新聞自由 受到很大的侵害 如果大家看很多的 自我審查 對很多的report 你會看到 譬如有所說的自我審查 最後呢 自我審查 然後他有那些無定向的核心管制區 核心保安區 然後他收起那些消息發佈 告訴一些記者 特發組都被人打到七零八六 還有他對於記者的限制是多了很多 然後就經常搞了一些高層吹風會 對於新聞自由有一個層層的剝奪 第一層就是他首先不給你 那你要你自己找 你自己找 不讓你找 你找回家 回家 看見老總 誰知道老總是不用出 原來有個自我審查 然後為什麼老總是自我審查 因為經常吹風會 大家不要忘記那艘遊艇是誰 真的不清楚 那艘遊艇就是星島主席的遊艇 那你可以看到這裏一層一層的富豪 很明顯是搞傳媒的不僅是搞傳媒 即是他們又有做很多不同的 在社會上很多不同的利益的扭帶 這些金權可以令他們圍繫整個利益集權的系統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問 大哥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要對新聞自由要尊重 我們要慢慢逐層逐層打破它 譬如我們是否要重建記者坐崗的自由 是否要阻止金權對於傳媒的這種侍入 是否要罵政府的很公開消息 譬如黨案發這些我們就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 即是很多不同的resistance 即是我們可以反抗的位置 其實我們要重建回來 那這個就是很多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問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到土地政權聯盟的工作是在鄉郊的 為何我們在鄉郊開始去做這個工作 我們面對香港這個敗壞的處境 還是你們覺得是否在回應這個問題 還是不是的呢 其實土地政權聯盟 就不單是在鄉郊做的 是嗎 我們都關心城市的問題 是嗎 所以這種也是一種小誤解 其實土地政權聯盟關注的是土地正義 是說人民要自主去規劃 以及去打到整個地產霸權 只不過是鄉郊是一個以前 我們香港很少去提及 或者很少去介入的地方 而土地政權聯盟近年去介入鄉郊的時候 就好像變成熊熊火火 只有鄉郊 其實都是一個視野的問題 這樣連繫到我們為何現在多了在鄉郊做事呢 就是我們發覺鄉郊這種政治環境 其實它有很多 它除了需要我們幫忙之外 其實它有很多本身已經存在 很有利於民主的元素在這裏 例如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本身已經是一些很社群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們現在面對的處境 往往能夠令到村民很願意走出來 維護自己的權益 還有其實鄉郊 現在我們看下去 它不單是一個所謂綠色的地帶 而是它是香港和深圳 即是和大陸中間的一個扭帶 以前新界是作為中港中間的緩衝區 但是接下來在整個區域融合之下 新界是變了所謂環珠三角 中間的核心地帶 以及政府首當其衝一定要發展成新市鎮的地方 以後這些大陸人下來就是在這裏消費 很多東進東出 中進中出 西進西出的基建 連銀行口岸的全部都是為了開發新界而來 而你會見到是很龐大的跨境資本的流動 還有香港人亦都將來 通過這些渠道 將來會被人趕回大陸上班 或者居住 所以其實為何參與鄉郊運動 加入鄉郊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其實你是截斷整個跨境資本的流動 例如你想想你高鐵阻礙它幾個月 或者是指出它有利益衝突 已經是令到它賺少了很多錢 或者是你馬史報 你揭穿原來恆基四叔 是丟了很多石棉在村裏 你要它去收拾石棉 其實它已經用了十三億 你會見到這些鄉郊的運動 其實是很激進化 很貴的那是十三億 你要用齊了一些設施去清理石棉 是要用很高科技的 所以更加顯示到行機的稅 不要緊 但最重要是說到 其實現在介入鄉郊運動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實現到很多有革命性的行動 例如你進行一些地區的工社 農業的工社重新在地生產 去實踐的這些運動 以及截斷跨境資本的流動 阻止於它們的新市場發展 其實所以很多人以為 搞鄉郊就是講綠色 單單講綠色 或者是隱居田園 或者是開心 其實是對鄉郊運動的一種分解 當中你面對的那個敵人是很龐大的 正如我所講 每次的發展都在講四十幾億幾百億的發展 所以如果你願意去介入鄉郊的時候 你就要心理準備好 是要帶一場仗 我們講一下 這個和整個特首選舉 和一個貪腐的結構的關係 我們想一下如果我們知道貪腐是怎麼來的 我們可以說貪腐其實就是和大陸接軌了 即是內地的那種權力的鬥爭 牽涉了很多金權的利益 就是透過這種特首的選舉 影響了我們政府的高層 所以我們看到特首選舉裡面 不同的陣型的候選人 要用這種維章書的方式去得到特首大位 就是因為特首這個位的 而且對於整個香港的資源分配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們要這樣用盡一切的辦法去爭它回來 我們看到這些金錢的利益 在哪裡來呢 在北方輸出資金來去搞的 即是說如果在新界我們看到 其實不同的運輸的網絡 包括高鐵 包括廣州大橋 甚至包括現在所謂的軌距灣區 整個地區融合的很多東西 其實背後的一個立場就是 我們要將香港這一塊 賺到錢的東西 就是納入整個中國 或者至少是南中國 或者高官眼中賺錢的方法 我們可以問 如果參與新界的一個抗爭 最在地的就是在地理上 在物質上去截止這種油侵 譬如新界廣大的土地 坦白說來 因為有時候都有看到 如果你拍攝深圳河的時候 你看到深圳高樓大廈 另一邊是青山綠水 青山綠水 青山綠水那個就是我們的禁區 就是我們的福定 但是現在就要被剝奪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進行一種抗爭 可以阻止這種大櫃子 無限就是這樣走過來 不要再吃花生了 另外第二就是 這個很重要 不過可能只限兩時間可以講到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如果我們引入一些 階級鬥爭的話 我們會說 一無所以的人民 當他們很窮的時候 他們會站出來反抗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在市區重建的項目 和新界發展裡面有一種對比 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往往看到 在新界發展裡面 他們比較容易組織起來 就是入那些被受壓迫的人 不容易組織起來 為什麼呢? 剛才講到就是他們有社區 他們有本身的生活的關係 和網絡 所以當你打遊戲的時候 他們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聯合反抗 但是很可惜 在市區重建的時候 就比較少這個情況 因為市區裡面 我們看到那種高度的分割 就是譬如你住板間房 你沒什麼時間 看到旁邊住板間房的人 因為你住的就是 或者睡覺那八個小時 可能接著你就不見了 那你怎麼組織呢? 組織不了的 所以倒過來 我們去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做抗爭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找最弱勢的人呢? 或者最弱勢的人 是否自動會抗爭 還是不是這樣 而是如果用統治正義民的方式 我們就是去連結這些人 去增加他們的生活的向度 增加他們的社區的面向 然後用這些增加社區面向 增加社區的向度的過程裡面 這些人會重新去找回抗爭的可能 譬如原來倫理關係裡面 有人一起走出來 原來在每一場抗爭裡面有人幫忙 在這個時候 慢慢慢慢我們才會發展 一種抗爭的問題 一種勇武的問題 或者我們可以重新去想像 70年代的時候 我們反貪風促國柏 那些人當然為什麼走出來 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可以一起走出來去捉 去抗議這件事 是的 那這種比較闊的政治性 或者社會性的行動 是需要透過更多的社會組織 更多的社會運動去大動 是的 還有最後都說一句 小圈子選舉都是要反的 就是它不單單純是一個 爭取投票的問題 而是它就是我們當下 最壓迫得最厲害的一個議題 你不能夠純粹因為它可能是比較抽象些 或者是好像只是有關投票 但是它最終都是在講一種金權底下的一種壓迫 所以都是一定要親自介入去反對的 不能夠做旁觀者 嗯 好 多謝可樂講我們的總結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可樂 拜拜